有十字口诀 风火水电光 天地强柱窗 好像什么咒语 每一个字 本律是就叫做道长 我们都互称道长好 因为同道中人 我们都研究法律的 所以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第一个风是什么 那个就是要通风 房子一定要通风才健康 还有就是我们一般 选择房子是坐北朝南 冬天有那个东北季风 如果你倒过来变成是 坐南朝北 那冬天可能只能唱 那个齐琴的大约在冬季 怎么家的怎么会这么冷 然后第二个火 就是要注意家里的 这个防火的安全设备 像有些屋主 他为了这个装潢的美观 把一些什么洒水器 不是有个头在那边吗 就把那个水管整个锯掉 然后就整个包起来 那你家里变成发生火灾 都不会有那个警示系统 这个很危险要注意 那水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房子 水龙都打开 水是不是通畅 然后马桶是不是会通 然后有没有那个漏水 那电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这边有个图 我们现在家里大概用的 都是这个 他这个如果说电压太大 他就会跳电 这个可能要请师傅来看 可能家里的电器设备 哪边出了问题 那这个是漏电断路器 这个是比较贵的 像有些你厕所的电视 会碰到水的 或是厨房就要加装这个 那有些为了省钱 就把这个部分就省掉了 那我去看房子的过程里面 这个是现代的设备 有一次我去看到这个 我还给他拍照 不得了了 这是现在的照片 他变成长的是像这样 这个叫扎刀开关 我们把它放大 它是变成这样 因为我们家小说是开那个水电行 这个在我来看 这个大概已经40年了 这个以前不是跳电 以前是有那个保险诗记的 它会整个那个融化掉 所以你要有一捆保险诗 把它换上去 所以如果你去看房子 还有这个设备的话 建议你把全部的室内的电线 全部都要更换 已经40年了 你还敢用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买那个旧房子 的确那个比如说 换电线啊 那厕所更新 那个其实都是 一笔钱 那光是什么 就是要有那个采光 比如说那个阳明山 那个哇那个不得了 那个采光很好嘛 然后view很好 比如说窗户一打开 你要仔细看看 如果看到那个高压电塔 这个要不要 不要嘛 如果看到那个福地要不要 是我们都有高压电塔的那个位置都很好 是哦 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时候看人 也许那个房子还是可以买 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 可是可以拿来跟屋主作为一个杀架的那个筹码 那这个天哦 那个就是那个天花板 我们有一个技巧哦 我们都会到那个厕所 它有一个那个维修孔 有一块板子你给它像这样子嘛 你把它推 让到旁边去 因为我们怕是说 有些那个屋主 像那有的天花板会油漆 那如果你有那个比如说海沙屋 你就看不出来 可是厕所上面的维修孔一打开 都是原始的那个孔枯利 那个水泥的状态 如果有这个海沙屋 比如说有石块掉落 或者是那个钢筋会生锈 这个部分都看得出来 那刚刚Paul也有提到说 我们去看那个邻居啊 比如说他如果拉椅子啊 跑来跑去 现在很厉害哦 新的那个建筑 他会用叫做中空地板 中空地板就是中间有个空间 是用那个保利笼球 然后再用滚泥土盖上去 它那个就会有隔音的那个效果 所以天花板要看一下 地板就是像地砖嘛 我们都会拿个那个螺丝起子 给它敲一敲 如果敲起来就是 就是扣扣扣的声音 就代表空心 我们那个专业术语叫捧菇啦 所以不久你那个磁砖就会看到 会裂掉 它没有水粒黏在一起 如果一敲是很扎实的感觉 像墙壁这样 那那个地砖就没有问题 那有时候我们甚至于 比如说两块这个地砖 它是很平整 这个就没问题 有的是会一高一低 这太明显了吧 就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前所屋主一定有改过格局 因为它把那个墙壁敲掉之后 又铺了地砖 就会一高一低这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房子大概有改过格局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看得出来 那看这个墙要看什么 很重要 这个墙面 它有没有那个壁癌 如果有壁纸就看不出来 有壁纸 还有刚刚那个燕丽提到说 有些投资客 一般有一种建材 叫做梅里亚帮 它就用那个梅里亚帮 从那个地板 一直到那个天花板 整个都给它包覆起来 我们去看房子 反而不喜欢看新的漆面 我们喜欢看那个油漆 是有一些那个黑黑的痕迹 代表用了三年五年 可是都没有漏水 都没有壁癌 如果是新的 搞不好上个礼拜才刚整修过 它只是把它覆盖住而已 那这个柱就是 我们家里的梁柱 这个牵涉结构安全 一定要注意 像这边有照片 一般那个墙壁归裂稍微还好 这个是梁柱 都已经裂成这样 还呈现那个X的话 这个房子可能就要 找那个专业的人 来做一个那个鉴定 因为这个已经是会影响 那个结构安全的部分 那窗 最后一个窗 这个很重要 我们的窗户是 砍在那个房子上面的 所以窗户旁边装上去之后 旁边才会用那个 比如说砖块啊 水泥把它包起来 所以那个窗户旁边 跟这个结构的一个结合 一定要做那个防水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 那个施工现场 它旁边会有一圈是那个黑色的 就是做那个防水 那之后雨水才不会从那个窗角 墙角渗进来 所以如果你去那个房子看 怎么那个窗户的边边 会有那个水汽进来的话 就代表可能当初的防水 并没有做得那么好 所以记得去看房子这个 风火水电光 天地强柱窗 这个实质口诀 律师道长说的 这就一定要听 每个要check一下 刚刚讲到这个防水的问题 很多房子买最怕漏水 买到漏水屋 好像五年之内可以请卖方负责 我们法律有所谓的 这个叫做瑕疵担保责任 这个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我房子是夏天买的 夏天没有下雨 我不知道漏水 那等到冬天 怎么开始滴水了 这几天就疯了 那个漏水 那只要没有超过五年的期间 立刻用纯正信函 告知那个卖方 说我的房子已经漏水了 我限你函到十日内把它修复 因为你没有立刻通知 就视为你接受这间房子 就不能再找那个前所屋主来负责了 所以这个法律的权益 一定要注意到 就五年之内 五年之内 OK